哇 算了 真是 憑著一套文藝片 拿到最佳男主角 哇 真是 電影我覺得是沒有一個界限 遊戲去改編成電影 通常都不行 很多著名的動作遊戲 你去改編造成電影 你要鑑長寫一個故事給他 因為他《真生無雙》 他是一個動作遊戲 但其實他跟其他遊戲改編的電影 最大本質上的分別就是 他本身有很豐富的人物 還有故事在後面 《黃根起義》 《黃根之亂》的時候 這一段 去到董卓巴經斯 去到十八路諸侯一起討伐董卓 曹操、袁紹 去到三英節內部 這段是沒有電影拍的 這段是我最感興趣的 董卓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我個人覺得他是一個有老的部官 他一定是有他個人之處 他才會這麼肥靈 可以協諸侯 可以做到大事 我還有非物 其實你不是做董卓這個角色 你還是比較難在電影裡 跟古典羅爭論 對 對 很少這麼安排 沒有 我很少跟女演員 尤其是那些 叫做 女演員 這麼近的距離 創造戲 對 所以要做演員 演員 嘗試有很多 平時做不到的事 可以當自己是個皇帝 當自己是個歸笨 入戲 這是很享受的事 愛情片 愛到 真是 粉身碎骨 天下海角 愛到 這種交織 這種融入 這種 你總有我 我總有你 那種 沒什麼機會 我這種人 都可以有愛情 有的 我這種人 都可以有人愛 應該兩條女爭你 是嗎 美女與野壽 是嗎 我曾經 跟 杜汐鋒為嘉賓 林希雷 我們幾個是 歸尼斯電影節 在那裡 吃飯 說我想做 衛生社 杜汐鋒 到達 說 誰跟你拍 你看看 你 你 電影 我覺得是沒有 沒有一個 界限 說 算 真是 憑到一套文藝片 拿到最佳男主角 哇 真是 白下夢 好過十年前 當然好 為什麼呢 因為 多年輕人出來 現在幾多年輕人出來 是啊 他們是取之不盡 他們才是人才 是啊 懂得電影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他們自然會發熱發光 只是可待 不用擔心香港電影 哇 真的 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好 是啊 我喜歡跟年輕的導演 創造的東西一定是經過思考的 是嗎 他可以讓你進入他的世界 有 我講的 神台上的導演 沒有那麼容易讓你進入他的世界 只要聽指令去做 大家沒有意見去探討的角色 即是沒有那麼豐富 沒有那麼好玩 和年輕人 開明一點 起碼開明一點 但是 年輕一點 我拍香港電影拍那麼久 從來沒有試過一部電影 很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說 沒有什麼預算 現在給你們說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預算 最重要是有老 拍賣 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什麼時候穿什麼衣服 最重要是多些學生人出來 拍攝自己想拍的東西 and spend too much time 拍攝自己想拍攝